新闻的热点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的7月9号 现在是下午5点 我是周运 和大家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药文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油价的调整 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消息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 将于今天也就是7月9号的24时开启 受此影响 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格随之上调 这一次油价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下 汽油每吨上调150元 柴油每吨上调140元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升容量估测 加满一箱92号汽油 将会多花6块钱 再来看水利部最新的发布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 受强降雨的影响 今天江西饶河 信江 干江府河 湖南 湘江 滋水 广西 贵江 柳江及西江干流 五轩段 福建 闽江上游 浙江 前塘江上游 将发生超过警戒水位洪水 预计明天 广西 西江干流 五周段将超过警戒水位 广西 贵江 湖南 湘江 滋水 江西 饶河 信江 干江府河 浙江 前塘江 中上游及福建 富豚西 建西等河流 维持超警戒水位 再来看看铁路方面的消息 明天零时起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即暑期运行图 新投用一批复兴号动车组 内地连通香港的高铁车站 增至58个 一些城市区段运行时间 也将大幅压缩 我们来看看 条图后 全国铁路日常增开 直通旅客列车39队 在客流高峰期增开 动车组列车25队 为提高运输效率 对北京 上海 哈尔滨 沈阳等14个城市 69队旅客列车 始发中道京亭车站 进行优化调整 最大限度均衡枢纾内 各客运站的作业能力 便利当地群众出行 进一步地完善了 我们沈阳 长存和大连 三大枢纽车站的 一个运能的配置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实行一日一途 开始实行4加3的 一个开行模式 也就是周一到周四 客流相对来说平稳的时候 我们实行一个列车运行图 同时增开重庆西 天津西等城市 至香港西九龙站 动车组列车 增加尊义 贵阳东等站 办理直通香港客运业务 内地与香港联通的高铁车站 将增至58个 据了解这一次条图的变化 还在于条图之后 南宁 广州 北京 北海 青岛等城市间的运行时间 大幅地缩短 同时铁路货运通过优化运力 运输效率也将大幅地提升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条图后 南宁至广州动车组最短运行时间 达到2小时45分 压缩30分 南宁至昆明动车组最短运行时间 达到3小时43分 压缩45分 昆明至广州 广州至昆明动车组最短运行时间 分别为7小时08分 7小时13分 分别压缩1小时42分 1小时10分 南新高铁哈密至乌鲁木期间 运行时间压缩25分 北京开往青岛 北海 南宁的动车组列车 也将大幅提速 北京南到青岛的高209次 运行时间的调整为 3小时05分钟 比原来的速度提高了38分钟 也就是说北京到青岛 只需要3个小时多一点就到 此外此次条图 杭申县 宁荣县 分别增开动车组列车 14对和10对 较大幅度提升了东南沿海 和进出穿鱼的客运能力 另外中欧班列增加两条 国内运行线达到70条 进一步优化中亚班列 陆海新通道班列 沿江班列开行结构 进入为铁路货运增量行动 提供运力保证 条图后 全国铁路暑期高峰日均 增加客运能力26万个席位 铁路客货运输产品不断优化 运输能力实现新的提升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生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对生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等工作 做出详细部署 对生化义务教育改革考试招生制度 也提出主要任务及举措 意见强调 各地各校要切实加强课程 实施日常监督 不得有提前节课备考 超标教学 违规同考考试排名 和不履行教学责任等行为 要推进义务教育学校 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 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 作为招生依据 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 选拔学生 意见规定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 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 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高中阶段学校实行 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 招生录取模式 落实优质普通高中 招生指标分配到初中政策 公办民办普通高中 按审批机关统一批准的招生计划 范围标准和方式同步招生 这一规定明确了 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 在面试就近 不择声援等要求方面保持了一致 意见同时要求 稳步推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省级统一命题 坚持以课程标准为命题依据 不得制定考试大纲 不断提高命题水平 意见提出 学校要从年控制考试次数 考试内容要符合课程标准 联系学生生活实际 考试成绩实行等级评价 严禁以任何方式 公布学生成绩和排名 另外对于备受关注的 家长作业现象 这份意见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 意见明确提出 教师要认真批改作业 强化面批讲解及时做好反馈 同时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 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不得布置惩罚性作业 在完善作业考试辅导方面 要求学校统筹调控 不同年级不同学科 作业数量和作业时间 促进学生完成好基础性作业 强化实践性作业 探索弹性作业和跨学科作业 不断提高作业设计质量 在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方面 意见要求推进教育加互联网发展 建立覆盖义务教育各年级各学科的 数字教育资源体系 并加快数字校园建设 积极探索基于互联网的教学 免费为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学校 提供优质学习资源 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意见还特别提出将加强信息化终端设备 及软件管理 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 进校园审核监管机制 意见指出 学校要严格按课程标准 零起点教学 小学一年级设置过渡性活动课程 注重做好右小衔接 各地各校要加强课程 实施日常监督 不得有提前节课备考 超标教学 违规同考 考试排名 和不履行教学责任等行为 意见强调 学校严禁用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 取代国家课程 严禁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 义务教育学校 不得引进境外课程 使用境外教材 学校要提高校本课程质量 校本课程原则上不编写教材 甲醇和氢都是属于清洁能源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和消费国 甲醇的产能在全球的占比超过了50% 目前甲醇能源进入汽车市场的步伐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每天下午4点左右 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的甲醇加注站 都会排满前来加注甲醇的出租车 作为全国第二批甲醇汽车试点城市 贵阳重点在出租车领域 推广应用甲醇汽车 目前贵阳甲醇出租车 已经占到全市出租车总量的66% 环保肯定是选甲醇车吧 如果是正常的话 也就是310公里左右 目前这个驾驭站 每天加注的就是出租车的话 有2000车次左右 然后每天的话就是 大概需要消耗40吨甲醇 甲醇汽车到底有多经济 又能为车主省下多少钱 随后记者又来到贵阳的一处综合加油站 在这里既可以加柴油汽油 也可以加甲醇M100 我现在是在贵阳的一处综合加油站 从现在的实时价格来看 车用柴油每升的价格是6块4 92号汽油每升的价格是6块7毛8 95号汽油每升的价格是7块1毛7 而甲醇M100的价格明显要低得多 仅仅为每升2块9毛9 夜内人士就给我算了一笔账 如果按照综合成本来看的话 如果烧的是汽油 每公里的成本大概是在7毛左右 而如果烧的是甲醇M100 那么每公里的成本大概是在4到5毛 能够节约大概30%的成本 无论从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 还是从目前市场化运作的程度来看 甲醇燃料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 那么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甲醇燃料 甲醇重整氢燃料电池 能否成为燃料电池汽车新的出路呢 相比传统能源来讲 甲醇不仅有排放清洁和绿色环保等优势 还与我国的能源结构相适宜 将有益于车用燃料多元化 能源多样化保障能源安全 Methanol是最简单的成本 每个油的成本 结果是95%低于PM2.5 和99%低于鲨鲨 我们的石油对外的移植度 去年到了50% 50%是个警戒线 所以我们要有个新的能源替代 汽车用 在中国这个缺油少气 相对负煤的这么个国家里边 利用劣质煤做甲醇 作为替代燃料是个发展方案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 相比起汽油柴油液化石油器 甲醇的危险性总和最低为28级 而汽油液化石油器柴油 分别为41级 36级 34级 现在的使用成本 它的美度电的发电的使用成本 都要比我们甲醇充氢燃料电池 要贵5倍到8倍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虽然甲醇重整氢燃料电池 在经济效益上更有优势 但是由于设备体积较大 功率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等原因 并不适宜在小型汽车上使用 目前应用的重点 还是在重卡 护留车以及大巴上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今天国家邮政局发布 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 数据显示 6月快递业务量完成53亿减 同比增长25.3% 单月完成业务量创年内新高 单月完成业务量 相当于日本201年 明镜需要3D 3D 4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